会动的美猛,能洗褶子的脸颊,能追随人的目光,这个高级的内人机器人,脑袋实在太逼真了,本周,在香港电子展上,这种名为哈姆的内人机器人以及丰富的系列表情,吸引了人们的目光,这颗脑袋由美国机器人设计师大卫汉塞, 设计,它能回答一些基本的问题,可以运用在医疗仿真场景下,使用一种特定软件,机器人可以识别人们的脸部表情,并用一种自然的方式进行回见,哈姆出现在环球资源,公司穿泻电子展的亚洲世界展区,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展,超过4,000,各展位展示各自最新的电子设备,这根脑袋采用柔软的, Fraer材料,利用软体机械工程学和纳米技术制作而成,它的脸上有逼真的毛孔,直径约为4纳米到40纳米,一粒里有1000万个纳米,使用一种特定软件,机器人可以识别人们的脸部表情,并用一种自然的方式进行回见, 据汉森机器人网站介绍,这种类人机器人,实际上能看到人们的脸,跟人们进行眼神交流,听懂人们说的话,并用灰鞋的预言进行对话, 汉森机器人总裁兼创立者,首席设计师汉森说,机器人能做出这些反应,使工程学的重大进步, 这个机器人使用多个元件,制造出微笑的表情,多元件控制动作,并细微调整嘴巴,和棕色眼睛周围的多个关节,这颗脑袋所用材料为柔软的, Fraber,利用软体机械工程学,和纳米技术制作而成,它的脸上有逼真的毛孔,直径约为4纳米到40纳米,一粒里有1000万个纳米, 这个机器人不是该公司设计的第一个类人机器人,之前的哈姆机器人版本,被塑造成爱因斯坦的形象,而成为了各大媒体的头条, 它有着浓密的胡子和一头白发,爱因斯坦类人机器人,使用多个元件制造出表情,多元件控制动作,并细微调整嘴巴, 和棕色眼睛周围的多个关节,汉森先生把机器人研发视为己任,并一直亲密亲为,参与面部雕塑导人工智能开发, 为进一步推动生产机器人进入一路,卫生保健和教育领域, 汉森决定带着妻子儿子搬到香港,这所城市有着发达的机器人产业, 有着大量这方面的专家和设计部门,而且在这研发新技术的成本远低于美国, 首席设计师汉森先生把机器人研发视为己任,并一直亲密亲为, 参与面部雕塑导人工智能开发,汉森出席环球资源, Global Sources公司纯泻电子展的亚洲世界展区,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展,之前的模特,爱因斯坦机器人, 2009年2月份,该机器人在美国科技、娱乐和设计讨论会上首次两下, 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开发设计的。